邱佩玲到底跟橘子角色 他們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差很多啦 我跟你講啦 我跟你講 解密啦 你會發現柯文哲有一些 跟他特別好的 親近的人 第一個 短頭髮 有他的照片嗎 第一個 短頭髮 你看他那個髮型是不是短 千萬不要 要急於肩膀 不急於肩膀之間 第二個 旁芬 真的啦 你看是不是旁芬 第三個 藥會化妝 你說蘇培嗎 不是 蘇培還好化妝的部分 我沒有膨欸 他沒有膨啦 沒有膨啦 大家有看 要急於肩不急於肩 那個像陳志然就是啦 但是我跟你講 千萬不能犯下一件事情 就有人說 那鬼死欸 你不能戴眼鏡 戴眼鏡基本上都不討好 像蔡壁如就被趕到旁邊去了 所以你看邱佩玲的地位 一定比橘子重要 橘子戴眼鏡欸 髮型又不一樣 所以邱佩玲的地位 比橘子重要 橘子是工具啊 橘子是工具 你們去看所有的媒體報導裡面 只有柯文哲叫他來 柯文哲叫他去拿錢 柯文哲叫他交接 柯文哲叫他離開 那柯文哲還有拿什麼東西給橘子 所以我跟柯文哲 所以我跟橘子講 你只是被當工具 所以你趕快回來嘛 趕快回來 你就可以好好的當一下自己的人生嘛 那另外我要講啊 你看這個 譬如說主持人你可以看一下鏡頭 我剛剛講的造型就類似像 要看面相是不是 對 像柯文哲也是喜歡像你這一種 什麼好假的 我在這裡嗎 好 那今天那包括的橘子 可能被列為喜賢被告之後呢 再加上一趴大的金主 現在全部都出現了 我們請教Grace 我覺得民眾黨現在回應也很有趣 再回應什麼呢 科幻小說 好 今天張祺凱在唱週刊說 一個橘子有一百個版本 你們都是在寫科幻小說 奇怪耶 今天二十萬 他們怎麼不說是十階了呢 這句話 這個這些部分都不講了耶 祺凱 祺凱 什麼 如果你願意一層一層一層 撥開橘子的心 橘子的心會怎麼樣呢 你就會發現 那不是一個普通的橘子 什麼了呢 裡面一打開是南瓜 南瓜 南瓜的台語是什麼 不是荊棘了嗎 是荊棘 打開是荊棘 我跟你講 好 為什麼要唱走音 因為我有點走心 是 我就沒有想到橘子被列為被告 不好意思 你沒有走心也是走音 畢竟我們同台那麼多次 OK 好 我們現在拉回來 橘子現在看起來有兩顆OK 可能三顆啦 橘子 邱佩玲跟李文忠啦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我認為啊 其實檢調當初很單純 其實本來要辦金華城 沒想到辦著辦著 現在連政治獻金 都要一起辦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那一個 所謂當初在這個媒體踢爆 上面就寫很清楚嘛 2022年11月1號 1500小省嘛 柯文哲那時候喊什麼 說下午 那個是行程 時間 民眾黨喊什麼 民眾黨在最多人集結的時候 在濟南路1號 這個豪宅的附近 辦集結活動那一場上千人的時候 在台上喊什麼 1500連你媽媽都知道 是下午三點 我現在問民眾黨 20耶 請問一下20是什麼 20這個我很難回耶 難道是黨主席 20分鐘嗎 0020的時間 見面時間 見面時間 對 見面時間20分鐘 還是幹嘛20分鐘 你這是直播的 你要注意一下 不是 聊天時間20分鐘 討錢的時間 好 所以 所以那裡面很多數字 你就難以解釋 所以檢調很單純 就是要問你說 1500代表什麼 好 目前我們看到很多筆的帳目 我們也發現一個特別的地方 我告訴你 內行人看門內 外行人看門外 門外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比如說 你是花花時節的花花蝴蝶 有一隻花蝴蝶 你知道這個花蝴蝶幹嘛 你有沒有看過花燈初上 花燈初上裡面有蘇媽媽 我跟你講 有多少的媽媽 讓柯文哲這十年來 從一個蘇起而變成上義夫 你是說秋媽媽嗎 秋媽媽是裡面一隻蝴蝶嗎 對啊 你知道因為為什麼 因為在餐桌裡面 到處穿梭 然後把正商關係做一個連結 其實蘇媽媽也是好心 因為柯文哲一直喊餓 就像有時候我喊餓 那除了本台節目的主持人 沒有給我東西吃之外 其他台有些還是會給我一些東西吃 擔心我餓 喊久了就會有了嘛是不是 對... 喊久了就會 而且我給你橘子 我這節目喊了二十年了都還沒有 沒有橘子 要不要吃橘子 秋媽媽跟柯文哲的關係 有好到說我喊一下 你就會幫我牽線找橘子嗎 很好啦 我告訴你啦 大家去查啦 柯文哲說什麼 他每天早上七點半都開晨會 對 有一天柯文哲遲到了啦 柯文哲怎麼遲到 他居然搭火車去別的地方 去跟別人吃早餐 見誰 塞乎 師傅 師傅 去跟這個所謂這個 某道場的法師見面啦 吃早餐耶 我還記得那一場 對他選舉來講 非常的重要 因為把他的整個人氣 什麼都提升了 對 但重點 幕僚就會說啊 市長怎麼可以去吃早餐 不是七點半都要開會 怎麼可能突然間 跑去吃早餐 那就是秋媽媽 帶他去吃早餐說 這一團很重要一定要去嗎 對 所以秋媽媽 帶他去接進佛法 結果沒想到 我沒有變佛 變侯耶 錢侯子啊 所以我現在是這樣講 什麼叫做門內 剛剛我們講門外 門內是什麼 門內就李文中嘛 在這個報導裡面提到什麼 李文中是不是 錢都他在管 總是有人是柯文哲的錢包 所以我之前 大家以為我在開玩笑 我一直提醒大家 要找出什麼東西 手機 錢包 鑰匙 煙 對不對 錢包就李文中嘛 那李文中的錢包是什麼 他有沒有什麼 基金會 募可公關 所以今天的報導 講得很清楚嘛 會不會是透過募可公關呢 原因是什麼 1500危機小省的金流 如果找不到 會不會也是透過募可公關 去開發票 請還 這是一點喔 目前檢料沒有說清楚 第二個 會不會是透過基金會 也是一樣嘛 做捐贈的關係 請還 也就是說柯文哲很特別 這所有的帳目裡面 只有一筆 也就是1500有列時間 2022 111 其他人都沒列 那請教各位 因為今天周看人爆料說 在創黨的初期 前一個禮拜 邱沛林直接兩天 相約在邱沛林住處 兩天獨自見面 這到底是為什麼 雙方要談些什麼呢 是因為邱沛林 可能認識很多人 柯文哲是藉由邱沛林 認識這些政商的人脈嗎 所以我跟你講 柯文哲 如果你硬是說 那個是行程的時間的話 那為什麼在所謂2022 那個729 裡面沒有記錄 你們見面的會面的時間 對不對 那還是說上面寫20 剛好又是你們的時間 所以這算是祕密行程嗎 沒有 那一定是祕密行程 所以我現在第一件事情 檢調就是要證明說 你那150跟時間無關 就是錢 而且只有誰互在樓下 那你看邱沛林 到底跟橘子角色 他們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差很多啦 我跟你講啦 我跟你講 解密啦 你會發現柯文哲 有一些跟他特別好的 親近的人 第一個 短頭髮 有他的照片嗎 第一個短頭髮 你看他那個髮型是不是短 千萬不要 要急於肩膀 不急於肩膀之間 第二個 旁分 真的啦 你看是不是旁分 第三個 要會化妝 你說蘇培嗎 不是 蘇培還好化妝的部分 我沒有膨耶 他沒有膨啦 沒有膨啦 大家有看 要急於肩不急於肩 那個像陳自然就是啦 但是我跟你講 千萬不能犯下一件事情 就有人說那龜死耶 你不能戴眼鏡 戴眼鏡基本上都不討好 像蔡壁如就被趕到旁邊去了 所以你看邱沛林的地位 一定比橘子重要 橘子戴眼鏡 髮型又不一樣 所以邱沛林的地位 比橘子重要 橘子是工具啊 橘子是工具 你們去看所有的媒體報導裡面 只有柯文哲叫他來 柯文哲叫他去拿錢 柯文哲叫他交接 柯文哲叫他離開 那柯文哲還有拿什麼東西給橘子 所以我跟柯文哲 所以我跟橘子講 你只是被當工具 所以你趕快回來嘛 趕快回來 你就可以好好的當一下自己的人生嘛 那另外我要講啊 你看這個譬如說主持人 你可以看一下鏡頭 我剛剛講的造型 要看面相是不是 對 像柯文哲也是喜歡像你這一種 沒有好假 我在這裡 我也沒有 所以我跟妳講啊 我現在在發生在何方 邱媽媽肯定是交錯朋友 不然你看他那麼熱心 那為什麼突然間變這樣 原因就是 你精華成案 這麼單純的紀錄 還有金流就交代不清楚 那沈靜晶是邱沛林介紹認識的嗎 我是這樣講啦 就是有非常多的人都說 他們認識柯文哲 那他管道當然不一啦 但是我現在就問嘛 誰約了柯文哲去桃朱隱原啊 就這樣子而已 誰介紹給這個所謂的神慶經 給柯文哲認識 這我不清楚 搞不好他們很早之前就認識 因為臭味相同嘛 那重點是 去誰一起去了桃朱隱原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件事